嗨 我是温哥华的Dr.George好 今集回答网友有关练功的时候 直出要曲或者要直的组态问题 一如如往 我的答复都是有医学和特例根据的 而且因为写作很快免费时间 所以出的YouTube片比较少 到了书出版后 会将成果与各位分享 谢谢 例如最近发表的半家辅助法 在下得益量多之外 因为可以减少失改受伤和增加通宗密工的机会 这类的得福收获 金钱是买不到的 十分多谢地藏王菩萨 请势毒免责条款 今集是用龙教授数十年的研究 有关腰椎抵椎的研究 它叫做骨盘旋移症 加上一些太极权的武林之间很有兴趣的日试 而说明这些病态底下关节 尾女中症等问题出现在太极权 和其他武林里面的一些比较少人知道的事 好像杨情虎为什么会被人在肚子打几权就打死了 或者是郑天雄的铁套公 怎么问名日语 没有什么用的呢 盘骨和底骨 古代人都统称为美女 中症神冠顶 周生兄里顶头缘 就是说的是底骨和盘骨 所以中症一定是腰椎曲线 保持正常生理曲线 不是直不离 有些人就不解释要把整条骨弄直不离 这个是错的很重要的 等一会我会用病例和病态说明 为什么这些曲线是很重要 还有就是太极权的上下相连 其实在外国的医学研究里面 已经是有这样的说法 譬如龙教授所说的盘银症 是基于人体生物力学 在六七十年代已经留在欧美的 Kibbenci的法国专家的理论 我现在将人体生物力学的具体数字解释 汽贴背顶头缘断的时候 美女中症的具体数字表现 正常的底骨 即是美女是斜斜地的 有一个角度叫做腰底角度 正常的腰底角度是33.4至48.8之间 美女就下塔的臀部就凹了下去 当腰底角度少于33.4时 不论是臀部下塔或臀部 如果用古人的说法 都算了美女不得忠正 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 这个是属亚病态 即是快生病 为什麽呢?因为你的追尖盘 第五腰椎和底骨之间的追尖盘 受的压力是变了 在亚病态状态的时候 就算你坐得久 都可能在追尖盘凸出来 龙教授在书里面说的病例 就是一个车衣女工 因为她经常用一只脚踩车 车衣的时候 就出现追尖盘凸出来 你想想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你怎样能够练暂装 怎样能够练静坐 我听过有些对医学外行的目标 或者是静坐师傅 说你勤力练 它就会慢慢自己会好 就算是真的可以 都会很久 那为什麽你不医好它 不是很难医的 那你练的时候就事半功佩了 盘而正注是要医两种病 即是底壳关节综合症 和醉间盘突出症 盘骨是连接驱缸下肢的树柳 盘腔内有各种内臟 如鼻尿系统、生殖器官、结肠、肝门、尿道等 当盘异症刺激或者损害到植物神经的时候 会有发起多种盘腔内臟器官功能障碍的病 好像第三部电影讲的女性疾痛、男性阳位和前列腺的问题等 所以气贴背和微女中症 对身体的良好健康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当你的底骨是这样向前傾斜的时候 你的屁股就跳起 当你的底骨向后傾斜的时候 你的屁股就凹了下去 都是不正常的 好了 盘异症另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 底下关节 歪了 有时它撞到这里 撞到这里就撞歪了 这样的时候 这边的脚就会短了一点 我另外有一部电影讲得很清楚 脚就会外反 弄好了之后就马上回复正常 这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好了 这个就是有那个 这个就是有腰骨的盘骨 你看看 这个是正常的地方 这个就是那个腰椎 底椎之间的椎间盘 如果它不是正常的生理曲线 有的时候 它这个椎间盘就受的压力就是 会后面那里就会大了 或者是前面那里会大了的时候 都是容易使得 椎间盘凸出来 椎间盘凸出来的时候 就很容易引起那个 底下关节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两个问题呢 大概是 佔腰腿病的很大的部分 那这个是底下关节的内部 你看到呢 就不是很多筋连了 但是呢 就没有食实的 所以呢 就很容易 会复发的 所以呢 最重要呢 就知道自己如何医 底下关节综合症呢 一定是可以自己帮自己医的 我在文章里面写得很清楚的了 你买个文章来看就可以了 至于你用太极劲来帮人医底下关节呢 这个方法也是很好 以杨庆府的死因呢 和他痴肥 引起血管瘤的关系很大 郑天良的铁土工 虽然很有效地 变态他的太极能力 但是 两位太极大师呢 都不知道 因为这样 是会练大肚腾的 所以呢 他们就会这样出了问题 在南禅七日的时候呢 南老师说静了的时候呢 他很强调呢 我们的盘室的姿势 就千万不要 好似在最左边的 那个 图里面呢 他一只脚呢 就插在另一个脚的下面 那就是盘室是错的 最少好像中间的图那样单盘 解释上一集有关 盘室的正确方法 南老师他说呢 若你盘室好像 Quandellini的图那样呢 是不正确的 但是他没有解释 现在呢 由我呢 補充解释 当你的盘室不正确的时候呢 盘骨就不能够竖直 脚骨就不能够平衡 于竖直的盘骨上面 就失去了腰椎的正常 向前的曲线 也有外戏截背的出现 就算你有戏截背呢 也难以将戏截背这个 reflex加强 多谢收看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订阅是完全免费的 Thank you 这些人 请不吝点赞